做完之後,請各位再把按鈕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的話就可以,我們假設想要篩選什麼就可以按某個按鈕,比如要篩選 這個作者,OK,那你要按下作者,那大家跳出請輸入作者 那比如說你可以,假如說我想要找姓林的,可是我林怎麼忘記他的作者 我只知道姓林,我可以把它找出來,按確定 找出來了,你再看一下有沒有你要的,如果有的話就把它複製到你要的地方去,做後續處理 復原的話就按一下就可以了,其他有像什麼,你可以根據類型 類型部分,你比如說找什麼,找DVD有哪一些 當然特別注意,這邊的話如果你輸入是小寫的話 那因為裡面是大寫,會不會有差異呢 你會發現,在查詢條件裡面,它是沒有區分大小寫的 OK,所以特別注意 那DVD裡面呢,你甚至還可以再去查詢細索,比如說我要找那個英文系的好了 比如說這個 這是英文系所 推薦的這個DVD的話有哪一些 比如說他學語言的話,你會發現DVD,他就是查這些 當然復原的話就按一下,篩選復原,他又恢復了 OK 那最後的話當然呢,請各位再把那個 按鈕有沒有 上個學習我們都有講過這個插入按鈕部分,那你就把按鈕一個一個把它加上去 不過會有一些問題啦,包含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會變形的部分 按右鍵 控制像格式這邊,大小位置不隨處,這個要改,不然的話 他會整個變形 第二的話就說如果你假設按鈕 你要讓他一模一樣大的話,我是建議你可以拿第1個來複製 用貼的,貼完之後再來改 另外還有一種狀況什麼 可能那個位置有沒有,像這個 有點,你們如果加上去有時候Y7扭8,類似像這樣 或者是說他的間距 假如說有的是 有的是 有的這邊有的那邊,假設不整齊的話怎麼辦 像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上方有個格式 格式裡面有個對齊,你只要把這些選起來 選的話按Ctrl鍵 Ctrl鍵一直點 他就會 等於是都選到,選完之後有沒有,如果Y7扭8的話 特別特別注意喔 這些要如何把它對整齊 非常簡單 上方會有個所謂的格式 你把它點一下,但是前提你要先把 這些按鈕按Ctrl鍵 點點點點點,通通把它選起來 然後呢 找到上方會出現格式 格式 這邊會出現一個什麼 對齊 有沒有 那你只要什麼,選擇 對齊裡面的 哪一個呢 靠 靠上對齊嗎,全部都擠在一起 應該什麼 靠左或靠右,一般是靠左對齊 靠左對齊 那就排頭為準 靠左對齊 你看 就跟那個排隊一樣 有沒有排整齊 有沒有,全部排整齊 第二個 可是問題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他們的間距好像不一樣 怎麼讓他間距一樣 對齊裡面什麼 哪一個功能 猜一下 應該什麼 垂直均分吧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喔 對不對 對齁 好 點一下 就OK了 他們就會很乖乖的 排的整整齊齊的 所以你到時候交出業給我的時候 千萬不要讓我排亂七八糟了 那第一個當然就先扣分再說了 OK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所以 我們這個作業一 請各位 自己再找別的資料 可以是 文學類的資料 也可以是 非文學都沒關係 反正只要是 類似像這種藍位式的 那當然你也不要太多藍啦 你當然可能他原來原始資料可能有十幾六的藍 你就大概 大概六 大概就這樣的寬度就可以了 不需要的藍位你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再設計出 這個篩選的功能 把它加上去 層次不多 很多地方是重複的 應該沒問題吧 OK 然後呢 在 就是第一個 我們那個期末作業 一 你就把這個做一個變化 然後繳交 這個 你做好的 這個作業 第二個的話呢 還要一些文字敘述 把你的那個 整個做的過程 為什麼要挑選這個資料 然後做的過程有沒有什麼 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你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做一個敘述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可能要兩個檔案 第一個檔案就是你 給我你做完的 這一個 Excel的檔案 第二個的話你給我一個Wall的檔 你打來握 或你不打來握的也可以打 只是說握的比較方便 然後呢 把我剛剛講的你可能 為什麼選這個 題目 的原因在哪裡 也許你是為了將來要做學術研究 或者你想要 幫 幫某個朋友 幫家裡 等等 OK 然後你有一些資料 你想要拿來做查詢系統 然後你做的過程當中 還有什麼遇到什麼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 等等的 最後 可以再寫一下 最後 結論的話 可以稍微寫一下 你這學期的 學習的一個心得 你跟上學期 還有下學期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大概讓我知道一下 就是 學習 這個程式設計 的一些 相關的 心得吧 反正就是 一個 期末的 一個 一個 心得說明 然後 其他也還 可以多寫 那字數的話 至少 應該 1000個字應該會不會太多 太多 多少字比較恰大 500 寫不了多少東西 好了 至少500字 如果你要寫1000個字的話 也沒關係 中文系 應該隨便寫下拜一下 說個故事就超過1000個字了吧 你也可以講一個 來龍去脈 像 剛剛我講那個同學 他 遇到他室友在 聽我 聽我上課的東西 他突然 發現 原來 不是說只有 我們 會聽這個 上課的 這個部分 因為有些東西說真的 還是需要一點創意 像程式設計 像這些東西 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怎麼去使用他 當然你知道 這個技術是一回事 如何拿來使用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要怎麼樣使用的又 不是說 有的人是把很困難的東西拿來用 誰懂啊 對不對 盡量就是針對 就是 學習者 學習本位 不是老師教學本位 應該是學習 應該給你們什麼 而不是我想要給你們什麼 那我當然要 猜想你們可能的程度 還有需求 給的就是你們一樣 以後也會用到的 我的話給你們很多 其實也都 你將來不會用到 那等於多學了 OK 大概是這樣的 最後的話呢 還在 補充一個 當然就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將來 我不是要 查到那個資料 我希望 我希望做一個動作 把我查到的東西 做一個格式化 什麼叫格式化 就是在那個上個顏色 現在有點像這樣 比如說我想要找什麼 這裡面都有現代文學 啊 徐志摩好了 會不會只有徐志摩 假設我要找 提名是徐志摩 找到的時候 不是幫我列出來 是 把它做格式化 什麼叫格式化 就是把這個地方 把它倒個油漆桶 讓我標示 就是那個 Mark一下 這要怎麼做 第一個 一樣 請 所以一個 X等 Input Box 請輸入提名吧 然後把這個 徐志摩關鍵字輸入上去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就自動幫我把什麼 這一行 底下還有沒有 當然如果他還有的話 也會有一個符號出現 不過好像 徐志摩就這麼一本 那可以清楚 清楚的話就把它拿掉 或者是說 我們找一下 剛剛的關鍵字 就好幾本 1 2 3 底下如果有的話 也是一樣 然後可以把它清除掉 其他 做法都一樣 那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 做出這個格式化提名跟格式化清除 這兩個按鈕 當然可以格式化什麼提名 當然也可以格式化作者 這個都一樣 所以我就做一個就好了 其他 就 如法泡製一下就OK了 所以剛剛第一個 請各位自己再把按鈕加上去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做兩個 這個格式 格式化提名 如何做呢 其實做法 跟剛剛的 東西也差異性 不大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一樣 給什麼呢 給這個 叫格式化提名吧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程式部分的話呢 我們怎麼寫 其實只有四行 而已啦 怎麼寫呢 你說只有四行 但是其實呢 有兩行是可以借用剛剛的 這兩行 有沒有請輸入提名 然後把它貼上去 意思就是說我找到之後 那找到之後我要做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Enter一下 然後呢我把那個 上顏色 加底色喔 OK 然後呢 最後再把 那個什麼呢 篩選結果把它清掉 所以特別注意喔我如果找到喔 假設我這樣 剛剛這個地方 我先 按F8好了 如果我一步一步來 OK 比如說我今天要說什麼呢 我要找 有關這個 中國 OK 好 然後呢按確定 他就幫我怎麼樣 幫我Auto filter 找到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不是要找到啊 我現在是希望什麼 可以把它上顏色 然後再恢復 回他原來的 狀態的話 那接下來特別重要 要針對這個範圍做 上顏色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如何上顏色 1 請你把上面 這一個range 把它複製下來 就是這個範圍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A1改成A2 為什麼 因為將來我們要上顏色喔 你不要連那個A1這個 有沒有藍文名稱也上顏色了 所以要從A2 上顏色 那意思是說這個範圍啦 幫我 如果現在有顯示的 就幫我上顏色 那如果上顏色呢 前面好像講過 底色的話 就是叫什麼 Intel Reel的這個 有沒有 底色 Intel Reel 這有教過吧 有沒有印象 Intel Reel的 Color 它的底色 它的底色 底色 等於 黃色的話 是什麼 RGB 瓜糊 紅色加綠色 就是黃色 255 豆點 255 豆點 0就可以了 OK 這樣就黃色了 OK然後呢 再來呢 我 還需要做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 我把這個地方 這一行執行 上顏色 但問題 我現在不要一直停在這個狀態 我希望呢 幫我 復原掉那個篩選 就是不要有篩選 這個狀態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剛剛不是有個復原篩選 復原篩選直接把這一行 再加到這邊來 讓他執行一下 就跑這一行 執行 有沒有發現 就大功告成 所以其實主要 上面這兩行是借用剛剛的 那底下這兩行是增加的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範圍記得不要直接複製上面這個意義 因為意義的話會變 上面這一列呢 也變成黃色 那就不是我們要 那底色色為黃色 就Interacolor 再把那個AutoFuel 把它取消掉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呢 就大功告成了 最後當然你想說 老師可是 我希望把這個 底色部分把它刪掉的話怎麼辦 你不是說自己在那邊鎖動 其實很簡單 如果要清除的話 記得喔 直接拿什麼 一行而已 拿這一行 第三行這個 把它複製下來 按個TAB鍵 新格式化清除喔 就是把 這個範圍裡面的全部 不管了反正他有 顏色或沒顏色都不管 我要把他的底色呢清掉的話清除還記得吧 清除就是沒有顏色 沒有的話就什麼 XL 那 沒有顏色 意思就是說呢 不管他裡面這個範圍的資料有沒有顏色 如果有顏色 如果有顏色 那就幫我清掉 如果沒有顏色 他還是沒有顏色 所以不影響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跑完這邊 清除的話就直接執行 他就恢復了 最後的話呢 就我們可以在這邊 加一下然後直接打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那個情愛好了OK 然後按個確定 情愛就出現 要清除 就把它清除 這樣就很方便 感覺 隨時查找資料 就可以 很快速 而且很 很 很 我想不用那麼 每次為了要找資料就要 好像一定要 耗費很多力氣 你可以 很悠哉的 很舒服的 很充容的 可以把 查詢這件事情 簡單的做完 不過我覺得啦 未來如果你要真的生活的 具備有一定的 品質的話 真的在 未來的世界 未來社會 一定要具備有這種科技的素養 因為你會發現 所有身邊所有東西 都已經數位化了 而且都是長這個樣子 但如果你沒有能力 去處理這些相關的問題的話 你變成你會活得很累 像有些長輩 就是他上網買東西 都會是問題的話 那他怎麼可能會買到他想買的 因為他那個現在所有東西 電商 太多東西可以買了 每天都逛不完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價錢又特別特別的便宜 但問題如果你沒有這種能力的話 那真的是活得還蠻辛苦的 OK 所以你看 舉辦所有的一切都是這種東西 那怎麼辦 你就需要具備有相關的素養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一把這些按鈕 把它稍微做出來 二的話呢 就增加格式化 這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 另外的話 就是再思考一下 可不可以把這個資料 變化一下 也許你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自己再找一個吧 可以是圖書館的資料 可以是 跟文學類有關的資料 最好文學 或者甚至你可以試試看有沒有 看能不能查詩詞曲 可不可以啊 詩詞曲啊 有沒有 哪一首詩 哪一首詞 哪一首曲 裡面有 有某些關鍵字 可不可以快速幫我找出來 那當然你可能要先 把資料輸入的時候 一定要長得像表格式的啦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OK 然後 後續的話 利用類似的方法 很快可以做出查詢 因為我發現 那個 文科方面的查詢需求 並不是那麼大 但是 如果你不會查 因為他 中文系的東西 其實也資料量非常龐大 如果不懂得用這種 查詢的方式 哇他真的會非常累了 光紅樓夢就一百萬字 一百萬字你要 怎麼樣從頭你即便把它讀完你還是 沒辦法了解到底哪些關鍵字 存在 你就沒辦法量化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 剛剛講的部分 再做一個 變化 OK